欢迎走进文言那些上 恨始终是一种罪过 母亲告诉我 记住这个 你灵魂里的一滴仇恨 会扩散开来毁掉所有色彩 就像白牛奶里的一滴黑墨水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爱丽丝门多在爱的进程中 给予我们的劝谏 然而人性的弱点 依然使我们难以完全摆脱 憎恨的情绪 来认识憎恨在古代汉语中的 多张变脸吧 首先 憎恨恨都可以表示憎恨的意思 如成语爱憎分明 指的就是爱和憎恨的立场 和态度十分鲜明 报仇血恨 指的就是报复掉冤仇 洗刷掉憎恨 憎恨恨的例句则有 秦慎正齐 翻译过来就是 秦国很憎恨齐国 然而恨惯击骨 义和能溃避 指的就是 然而我的憎恨贯通肌肤骨髓 又怎能觉得惭愧 而回避不说呢 憎恨作为一种心理活动 除了有憎恨和恨 也有其他树心旁的表述方式 如怀恨在心 指的就是 把憎恨埋藏在心里 而怀字也可以单独表示 怀恨心存憎恨的意思 如会怀之 继而被袭袖周 意思就是 其会怀恨消碎 不久消碎被点到袖周 接着来说出弦字 他原本表示用嘴寒的动作 由此可以引申为怀恨 如 宅怀恨颇深 意思就是 云宅怀恨乙魁很深 而弦又与弦相同 因而也能从用嘴寒的动作 引申为怀恨 魏广威心弦功 就可以翻译为 魏广威心理怀恨思成功 除了有树心旁的憎恨 还有心字底的憎恨 最熟悉的就是物字 物字的撞文字形挺有意思 上面是亚 表示位居第二 下面是心 心被放到了第二位 一是乎 矫情的心就不开心了 导致了憎恨 如 为人者 能好人 能误人 意思就是 只有人人 能够公正无私的 喜欢应该喜欢的人 憎恨应该憎恨的人 另一个心字底的憎恨 就是幻字了 他让人容易联想到幻病 而幻病是人们所憎恨的 广雅中也说 幻物也 幻表示憎恨的情况也很多见 如 赵轩子咒见 公幻之 咒是多次的意思 这得幻就是憎恨的意思 句子翻译为 赵轩子多次劝见静灵宫 静灵宫憎恨他 幻不仅可以单独表示憎恨 还可以构成复合词 依然表示憎恨 他们是患毒和患苦 患毒的例句有 私化亲暴邻居 莫不患毒之 意思就是 萧丝化亲毒残害相邻 没有谁不憎恨他 患苦的例句则有 切见丞相商作为作福 性残贼不仁 天下患苦之 翻译过来就是 我认为 丞相王商作为作福 性情残忍恨毒 毫不仁慈 天下人都憎恨他 接着往下看一个成语 极恶如仇 他的意思是 憎恨坏人坏事 就像憎恨仇人一样 可见极字也能表示憎恨的意思 赵书极物党人 这些的极和物都表示憎恨的意思 句子的意思就是 皇上憎恨结党的人 极恶如仇又可以写作极恶如仇 所以在古代 极与极经常相通 极因此也能表示憎恨 如 宰相李逵 金能济贤 以修裂修国史 余己其裂 其之 整句话可以译为 宰相李逵夸耀自己的才能 极度贤能 因余修裂修壮国史 和自己平裂 便憎恨他 所有的憎恨就这样介绍完了 来总结了 首先 赠和恨都能表示憎恨 而怀也是树心旁的憎恨 他的特别之处在于强调 憎恨埋藏在心中 也就是常说到怀恨 而贤与贤都能从用嘴寒的动作 引申为怀恨的意思 心字底的物和患 都是很常见的憎恨 另外 复合词患毒 患苦 也都能表示憎恨的意思 最后 极恶如仇有两种写法 两个极字都能表示憎恨 你要把所有考试涉及的憎恨 都一一记住 心中的憎恨 该放下的就放下吧